红慈倩夫妇涉贪 乡亲开骂 恃宠而骄 失望啊 有的人想着说他 有着他的理由 还是他的事 一句失望到尽流球 乡亲们的无奈 靠着广大心安窜起的 超高人气 当选屏东县议员的红慈倩 夫妇俩却报社收工程回扣 想当年他因父亲流球及渔船 广大新号船长红石成 在台飞重叠海域 遭菲律宾公务船舰射杀身亡 他代表发言不卑不亢 替王妇与渔民发声 因而声名大噪 甚至被誉为游求的女儿 隔年当选议员 没想到童年因会选案被调查 现在又涉收工程回扣300万 惹得一身心 也让当初挺他的渔民们失望透顶 你做渔民也好 你做渔民也好 你做什么官员都好 都要带我们 求求的渔民来出 做到的事情 就有出来处理 他就不太处理 现在没有声音 大家也带我 就这一只 一名流球地方人士更直指 红石嵌注高雄凤山 常不见人影 要如何为地方争取见色 屏東地检署金将他老公黄智威积压 他50万元交保 而他一直未接听电话 接稿前仍无法取得他的回应 提防周星频道报道